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请不现场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二入港股解析 在我们现场的是财经专家 古怪教授谢陈彦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在进入入港股解析之前 好像都是杀生隆隆 那么昨天台北股市呢 也是开低走低 加钱指数的部分 集中市场呢大跌了404点 收盘指数16620点 跌幅2.37% 或成交金额反而放大到超过3000亿元 那么OTC的部分呢 更是大跌了7.45点 收盘指数是196.06点 跌幅3.66% 成交金额713亿元 台北股市昨天呢 直接灌破3月8号 今年3月8号以来的低点 那么就是3月8号当天的 今年以来3月8号的低点 然后直接回测的呢 是去年5月中旬的低点 所以要如何的来看待台北股市 昨天其实有一点是放量下杀 怎么看待 好当然可能 今天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好消息啦 因为毕竟昨天晚上美股是 有一些比较理想的反弹 但是还不能说完全已经脱离原本 下跌的阴霾 因为像费办昨天晚上涨了1.76 那NASDAQ涨了1.29 因为这两个还是 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部分 那所以今天应该会稍微好一点 当然原因就不多说 我觉得接下来的一个观察 放在几个重心上 目前来看 当然外资是持续调节 我觉得短期间之内应该 不会有什么意外 就是说持续调节的状况 应该还是会存在 我倒是觉得 可以特别来看一下投信的部分 因为投信在加权指数 这个部分虽然是一直买超 可是真正 我觉得要去关注的 应该是在OTC跟电子的部分 因为对投信来讲 它的绩效真正的 获利的来源 主要应该还是在OTC跟电子 但是目前来看 OTC的部分 投信其实在 昨天大跌之前 它就已经连三卖了 如果加上昨天就连四卖 所以而且 如果我看电子 它卖超的金额 其实也不见得小 而且当然整体来讲 加权指数是买超 但是 比如说它卖了 这个卖超的部分 我看了一下在电子的部分 也卖了一万多张 像外资是卖了21万张 所以你说会有很大的落差吗 如果我们跟加权指数 那个金额对比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 威力还是在 所以你觉得投信 虽然表面上是买超 但是它的主力部队 其实是有测出的迹象 对没错 就是说 它把资金转移到相对安全 对指数 推升比较没有帮助 比较属于防守性的这些股票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观察 就是这一波到底 何时能够比较稳定下来 我想指叠 当然不光只是看 这个指数 就是说价量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去看一下 投信是不是真正的能够 把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 状态 能够回归到 真正 真正偏多的想法 因为 所以 重点不是它加权指数 偏多做了 因为它在OTC跟电子 这个过去本来就是 它获利的主力部队 那这个主力部队的部分 如果它没有真正的 油卖转买 油卖转买 当然我希望 大概至少连买个三天吧 那如果它真的能够 连买个三天 或许在 这个 整体下跌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会真的比较和缓 当然我觉得今天整体看起来 台股应该是会有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 反弹 小幅度的反弹 但是 这个反弹同样的嘛 我 我其实如果是我 今天我也不会急着去抢反弹 我一定会去看 我还是会 如果是我 我一定会等收盘 为什么 因为我要看到底投信 你这个反弹 反弹过程中 你电子是 你开始进来买了 还是你还是 趁反弹又继续减买 你要确定大户的动态 对 而且这中间 为什么在投信的状态 我觉得比较重要 是因为 毕竟他们 对整体现阶段 因为它跟外资不一样 外资现阶段 当然会受到国际 整个状态的影响比较大 那投信的部分 当然它 为了要持续能够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基金的投资的 一个成果 所以它对于 整个台湾的一个产业的思考 我觉得会 相对来讲 会比外资深入比较多 所以 我这个部分 我会 以这个方向去观察 所以今天会有反弹 但你觉得不急着要进入 第一个我觉得 因为 因为昨天美股是 是大涨 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 这一波的修正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但昨天你看到 美股的反弹 其实它还没有 cover上个礼拜五的下 对对对 所以从技术面上来讲 跌升一定的 一定会有个反弹 所以我说今天台股 也许也不会有 持续这么重的一个沙盘 但是 整体来讲 我觉得还是 持续看一下台积电跟联发科 因为毕竟这两个 目前 就外资的态度来讲 比较保守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它毕竟是 目前是全职 前三大 第一大是台积电 第二大红海 第三大就联发科 那如果说 这两个没有办法先稳定下来 要把指数稳定下来 其实也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的观察 会放在这几个重点 那至于影响的因素 我觉得就 后面可能要观察的 反而是整个封城的一个状况 嗯 好 所以呢 第一今天会有反弹 第二 先不用急着去接他 对不对 对 因为反弹呢 这件事情 到底大户的动态 尤其投信的动态 投信的动态 不要只是看他 爆出来的买超 更要看他在OTC 尤其是电子股的布局上面 如果他还是继续的减码为主 然后不是加码的话 你觉得情势没有那么的好 对不对 因为连投信可能都没有信心 对 那指标类股 其实就是台积电跟联发科 对 好 这个是台北股市的部分 听起来要很保留才行 那陆港股的部分 那昨天那更是杀身隆隆了 基本上 我觉得现阶段最大的问题 其实还是在整个清零的一个政策 对 因为清零的政策 现在我讲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最近我们在看 包括三月份 我觉得我比较 应该不能说从上海封城 其实之前在深圳封城 其实就已经内部 整个大陆内部的一个状态 其实已经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 为什么 当时就说觉得有点问题 对 因为三月深圳开始封城以后 当时 大家可能觉得说还好 所以国际资金的移动 还没有很明显 但是三月份的这一个 零售销售数据出来 大陆的零售销售数据出来的时候 其实它的 已经开始出现这个下滑了 然后失业率既然在三月份 就已经开始拉高了 在城镇的失业率已经将近百分之六 如果是大城市的已经达到百分之六了 所以其实三月份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还有就是说 当然进入了四月以后 这个上海封城这件事情 产生了两个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 我们所看到的目前的PMI 不论是制造业还是说 这个服务业的PMI 其实都持续的下滑 已经跌破五十 就是 跌破五十就等于进入了这个 紧缩的一个阶段 而且 这个服务业的PMI 下滑的速度很快 下滑的速度很快 那服务业的PMI 如果下滑的速度很快 代表服务业 他们认为 在未来三到六个月 他们 我更简单讲 他可能认为他是没有客户 就是说他的客户是没有消费意愿的 那这种没有消费意愿 等于是内需的部分 对这样的情况下 代表就是说 他不是 非必要消费的紧缩 制造业我可以讲 他是非必要消费 比如说手机 平板 电脑 我们讲这一块 但是如果是服务业 PMI下滑 这个变成是连必要消费 连必要消费都紧缩 所以现阶段就产生了 这样的一个 这一部分的一个现象 那原本大家可能都还抱一个期待 就是说 五月中有没有可能逐步的解封 因为我本来上个礼拜 还看到白名单 还看到 各个大的台商在谈论到 这个陆陆续续复工的问题 可是昨天传出来可能北京都要 要做一个比较严密的控管的时候 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问题 所以昨天股市的一个下跌 我觉得是一种绝望性的沙盘 也就是说我本来还抱着一个期待 因为上礼拜我们在看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他其实当时的这一个 在这个 三月十七号 三月中的这一个多方圈口 一直都有在守住 问题应该是不大 那只要等到 这一个真的能够解封的话 应该很快的股市就有机会涨 但是我觉得上个礼拜 已经回补掉之后 昨天的一个沙盘 算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绝望性的一个 一个呈现 因为整体昨天 我看了下这个跌停的 A股就七百 快八百只跌停了 七百多加跌停 快八百只 对七百多 然后如果是 上海跟深圳加起来 下跌总共是四千六 超过四千六百只 四千六百只 真正上涨只有148 这个很少很少的 然后甚至 甚至我们看到几乎平均的跌幅 指数的跌幅 可以达到 百分之五百分之六 这样的一个 它是有跌停板的 它跌停板也是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但是它可以跌到百分之五 你就知道说有多少 可以达到将近跌停板 然后我觉得 还有一些问题 可能四月份 整个数字 我觉得还会更差 因为三月份 外资流失的金额 是一百七十五亿美金 然后抛售 这个中国政府债券的是 五百二十亿 二十亿人民币 大概八十一亿美金 那过去 其实今年第一季 中国的基金 中国基金本身 参与募集的资金 只有十四亿美金 那这个数字 是什么意思 就是 再往前一个 quarter的数字相比 是下降了七成 下降了七成 所以外资流失 而它自己内部的公募基金呢 其实募集的状况 也很不好 也不是很好 欢迎大家回到 九八新闻台 财经启船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财经专家 古怪教授 谢陈彦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事实上呢 这个中国大陆的封城 它影响的是 全世界 当然更影响中国的经济 它就是因为影响了中国经济 所以影响了全世界 你看到全世界的原物料的价格的修正 反映的是 我今天看到这个原油市场 有一位投资专家 他说 有位分析师说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证明了 就是它的影响力比俄罗斯更强 就是你 因为你的封城 可能让大家觉得 全世界的原油需求会骤减 这个影响超越了 对于俄罗斯原油供应 可能会没有办法供应出来的忧虑 所以这个就反映了它的这个影响力 可是它自己内部现在 深圳 其实股市就跌一波 然后反弹了之后 上海 哇这一波跌得很重 但是如果北京也封城的话 那你知道 它不会就四大城市 一线城市吗 那等于是 北上广城 对北上广城 就轮流封城 那么所以 究竟要怎么样子能够看得到 它的低点 它还会跌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 其实之前 外资就特别谈论到 就是说如果北上广城全部封的话 封一个月 它的GDP 可能到最后中国的GDP 只剩下2% 3%之类的 那因为它占 全中国的GDP 的一半 就这些主要的城市 就占了一半 所以如果你这些都停滞的话 那当然你GDP的冲击很大 所以我们看到比较明显 就是最近一些 像Hedge Fund之类的 Hedge Fund之类的 这个基金 他们是 基本上大幅度的出清 他们手上中国的持股 中国的持股 那这个我 还有包括我刚才讲的 外资的流失 这几个当然都是导致 近期来讲 这个中国股市 持续下跌的一个主因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一个层面来讲 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其实不会去谈论说 它要跌到什么时候 它才能真正的止跌 因为从技术面来看 我们是无法 给出答案的 因为基本上 如果要从技术面去思考 通常是在一个 正常的环境之下 我们才会从技术面去看 那这一波的 这一波的一个修正 有人现在在谈说 会不会比您这个 2008年当时修正的 一个过程 它的速度 基本上 基本上 我们谈 我们谈一个概念好了 就是说 在这个修正过程中 它的速度很快 那往往这都是一个 最后的一个 末跌段 通常末跌段 它杀的速度会很快 因为所有恐慌性的情绪 宣泄会通通的 这个释放出来 那在这个阶段 其实投资人会开始 感到非常非常的害怕 尤其是 最近 你看一天跌5%多 这个 这个下跌的力道 跟速度是很精 而且全面性的一个修正 你在这里面 你不开可能去思考说 你这个股票 可能它基本 它有一点 富潮之下 无完卵的 对 这已经没有 所谓基本面的问题 好的股票 它一样 遭到 遭到沙盘 但是呢 对我来讲 我们要去思考 是到底 未来这个金融市场 是不是真的会消失 那如果 如果它不会消失 那基本上 我觉得反而 这个修正的过程 对我来讲 我其实会去做一个等待 我当然不会现在 马上进场 我会去做一个等待 其实我在观察 我们讲 我把它分三个 四个 四个层面来看 四个族群 不是四个层面 第一个目前是 中概股的部分 确实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它的状况 是不是能快速的回复 因为中概股的部分 最近裁员的状况 还是很严重 尤其中美省计 这件事情 始终还没有谈好 对 因为像阿里巴巴 腾讯 这些 甚至像快手 这些 小红书 他们现在在 裁员的状况 还是很严重 我认为 整个内部的问题 还是存在 中概股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 就是回到 这个A股的部分 我们把它分 大型股 小型股 跟获利比较稳定的 这些 高股息的股票 那 大型股的部分 其实 严格讲起来 它应该是 比较 比较不受影响 可是这一波 烧盘的力道 还是很重 所以 如果大型股 能先不杀 我认为 就 系统性风险 的状态 应该快结束 就是如果 大型股 能够不杀盘 还有包括 我刚才讲 高股息的股票 其实 高股息股票 跟 它的成分股 其实跟 大型股 其实有 比较多是重叠 那只是它把 配息比较差的 把它删掉 那所以 所以如果说 那 目前看起来 高股息 类的这些股票 比如说电信 类啦 这些 确实它的跌幅 是比较小的 跌幅是比较小 但是呢 什么时候 脱离风暴 我觉得就是 这些股票 不跌了 基本上 我觉得 应该已经 开始脱离风暴 但是 如果说 今天 这个 要看到明显的 真正好的 一个开始的话 会是中小型的 因为 中小型的 开始涨成 代表市场的信心 是真的回来 就我 我讲阶段性 就我觉得 中概股 根本就 放一边了 然后在这个 阶段性 修正的过程中 我不去看 技术面 我也不会去看 支撑压力的 因为我觉得 目前这一块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那我会特别去 关注整个 高股息股 或者是 大型股的 一个变化 简单讲 上振50好了 上振50 比较好追踪 那上振50 如果先不跌 我觉得 系统性风险 应该已经 慢慢的 应该已经减弱了 好 所以上振50 的止跌 它只是反映的 系统性风险 暂时解除 的一个讯号而已 对或趋缓 或趋缓 趋缓的讯号 因为上振50 也变成 也一起被杀 可是没道理 对不对 你照理 你股市不好的时候 大型股市 最稳定的 那如果连 这些大型的股票 都受到影响 那是系统性风险 所以上振50 要先指吻 对要先指吻 然后 但是如果上振50 指吻了 什么时候股市 是真正好的一个 进场时机 就是整个 企业的活力 起来了 营收的动能 起来了 然后投资者的 意愿增加 那因为 一般来讲 在A股 投资者比较有意愿 还是中小型的股票 我讲的投资者 不是赏户 我讲的就是 他们的内置 他们的公募基金 那些基金 他开始动起来了 那如果这一个部分 要动起来 他一定先去买中小型的股 的成分股 就是 申中小里面 这些成分股 那 所以当我看到 当然 不见得申中小 这个指数 就掀起来 但是 他的成分股里面 已经有一些开始 涨停了 大涨 涨停了 他不会全面 不会全部 因为毕竟 他这个成分股 是100支嘛 但是已经开始有些涨停了 那 尤其是 我觉得带头的 可能就会是 证券类的股票 就是他先涨停 因为表示他们已经看到 他们已经开始动了 就往往 他们的顺序是这样 所以你会去看 申中小的100支 对不对 然后看到说 如果已经有一些个股 可以拉到涨停了 也许数量不会超过50档 那就可能这里面有 有几家 然后而且 另外搭配着 可能有几家 可以大量的上涨 而且是开低走高的 对 代表追价买盘的 市场的信心已经 意愿了 已经开始回来 而且是 只要有少数 特别有影响力的 几个自营的 自营 他们的证券部门 他开始 愿意进来操作 其实他已经在带头 开始冲的话 那其实 这一个讯号 就开始会出现 所以你是观察 资金流向 他的重点的 这一些单位 然后他开始出现 反转讯号 没错 对 那讲资金流向 凤文姐 我给你补充一个 很有趣的 就是 以 以地区来讲 广东的类股 是跌最多的 就是他公司 是在广东的 然后第二就是北京 第二就是北京 第三是江苏 第四是浙江 所以很明显就是 现在就是这几个区块的 这几个城市的问题 在影响 然后再来就上海 就是北上广深 简单讲就是 这几个地方的股票 跌最凶 然后如果要讲说 行业别的话 其实电子的部分 目前还有交通运输 因为他整个都受到影响 还有非金属材料 那这基本上没有 就是虽然有涨的 可是我觉得都不是 就是他并不是市场的主流 好 所以呢 现在用技术面来分析 是没有意义的 基本面可能也没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只有政策面 而政策面 其实我们观察的指标 上证五十先指纹 然后接着在深中角里头 看到有追涨的买盘的时候 可能才真的是低点了 也要非常谢谢陈晏 也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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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